星际大战电影系列 风靡全球40年 已经成为一代人不可磨灭的回忆 适逢星战系列诞生40年 来自全球的上百明星战迷 星期五齐聚奥兰多会展中心 出席一连四天的庆典活动 包括系列创造者兼导演乔治·卢卡斯 主演哈里森福特等 一众演员当晚集体亮相 现场星光异议 主演们随后在舞台上 分享写为人知的拍摄趣事 都得在场影迷不时爆笑出声 他在最后我问他 我说这是关于空船 飞行之类的 我说你没有飞行之类 我说飞行之类 海岸 是演革命军重要成员 丽雅公主的凯莉飞雪 在去年圣诞节期间 不幸心脏病逝世 让星战八成为了他最后的一座 叫无数影迷 唏嘘不已 庆典活动也借此机会 向这名永远的丽雅公主致敬 当我 casted 我说我真的想要一个人 并且很年轻人 我想要一个人 并且很年轻人 她是那个角色 她是很强 很晦耐 很趣 很肯定 很硬 很厉害 有没有太多问题 有没有太多人 像她的 庆典的高潮则落在电影公司 首度释出星际大战第八部电影 最后的绝地武士 长达两分钟的预告片段 剧情承接星战六三十年后的世界 在预告尾声 天行者陆克还耐人寻味地说出 是时候让绝地武士灭亡了 掉足粉丝胃口 最后的绝地武士将于今年十二月 与全球公映 究竟剧情会如何发展 一世的凯莉废雪 又会以怎样的面貌出现在电影中 全球影迷还是耐心等待